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影片的模板的颜色就要做一个调整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LINE群 我们这边有快要成为台湾最大的军事社群 你要加入我们的LINE群 两个问题一定要答对 第一个是你是哪一国人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的绰号 也麻烦你不要讲一个我们没有听过的绰号 所以这两个问题都答对 我们才会让你加入我们这个LINE群 目前我们的军事群即将要突破1900人 政治群已经快要逼近1000人 在这里我们有台派的同温层 另外假如你每天都觉得没事做 或者想要聊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可以加入我们的休闲咖啡厅 跟大家闲聊 另外假如你没有台湾的门号 没有办法加入LINE的社群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Discord的社群 在这里我们Jason管理员会来协助大家 我们目前是一个爱好军事的志工社群 里面有将近20几位的共同管理员 有各自的专长来协助大家 所以在我们群里面相关的讨论 都会有对应的人可以来协助回答 也欢迎大家的加入 也请大家针对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大铃铛 首先介绍一下Tony胡振东教官 他是前美国空军中校退役 他在高一的时候考上台北的建国中学 然后举家就移民到了美国 后来加入了美国空军 在空军的最后几个职务刚好负责 包括台湾蒙古等这些区域的军售案件 所以对于相关的案子 他都非常的熟悉 而在离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之后 他加入了雷神公司 也担任了台湾区的总经理 所以Tony教官对于台湾 有一份非常执着的热爱 也一直协助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 对于雷神公司的好感 有很大一部分也跟Tony教官是有关系的 而雷神公司 他是美国前四大的军工产业 虽然发生了相关的发架书的金额 不正确的事件 但是并不减损雷神公司 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出类拔萃的能力 雷神这个案子在11年前 就是2013年 这是台北航太展的时候 Tony教官所拍摄的照片 在那么早的时候 Tony教官就发现 台湾有很多的防空系统 可是并没有进行整合 尤其我们有很多国造的系统 它跟美国的系统完全格格不入 可是当时他就发现 Nesense 它这种网路化 很有弹性的一种架构 正好可以作为台湾的国造系统 跟美国的防空系统 中间的沟通桥梁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防空系统 可是又可以当作其他防空系统之间的 interface 一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当时他就有开始建议 台湾说可以试着来了解Nesense 我们可以由这一张荷兰国防部公布的图片 就看得出来 右边这是要进攻的敌人 而在最前线这边就是野战防空系统 就是15公里以内的范围 在台湾目前就是复仇者防空飞弹 还有包括刺针飞弹 包括双人装 有三脚架的DMS 或者单兵C型的 可是台湾的陆军目前采购的陆射建议系统 射程也大约只有15公里 所以也被归类为野战防空系统 那超过15公里以上到50公里 这就是中距离的区域防空 也就是Nesense 还有在过往 就是英式防空飞弹 它所要负责的这个防守区域 超过了50公里以上 那就是属于像爱国者防空飞弹 还有像我们的天宫123型 都是属于在这个更远的距离 50公里以上 在一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Nesense 最早的名称是挪威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缩写刚好也是Nesense 后来等到美国采用之后 就成为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可是要提到这一套 由美国的雷神公司 跟挪威的Konsberg 国防航空航天公司 所共同开发的防空系统之前 我们必须来讲一下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英式防空飞弹 因为英式防空飞弹呢 它虽然非常的耐用 而且是防空界的长青术 到现在巫二战场上面 仍然时常可以见到它的踪影 可是它整个系统的复杂度就很高 因为光雷达的部分 它就有四种雷达 包括搜索雷达 连续波搜索雷达 就有两种搜索雷达 还有一个高功率的照明雷达 还有一具的测距雷达 所以一套完整的英式防空飞弹 它光雷达的部分架构就很复杂 再加上英式飞弹它本身是一个半主动雷达导引 半主动雷达导引就是我的飞弹射出去啊 之前我的雷达要先帮我锁定 然后飞弹射出去之后呢 我的照明雷达要持续照射着目标 不能脱锁 脱锁我的飞弹就找不到那个目标 所以这样接战的效率就会很差 而且在当时又没有像神盾系统有分时照明 就是分开来时间来个别照明 这样就可以达到多目标接战能力的这种功能 在当时这种半主动雷达导引的飞弹 它必须全程照明雷达都要照着那个目标 不可以去照别的地方 不然那个飞弹就找不到目标 所以英式防空飞弹不断的进行相关的升级之后 最后一款就是英式21 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英式21 它就是挂载了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本来它应该是可以跟原来的英式防空系统做一个整合 不过在后来因为发现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作战效率 所以就将哨兵雷达直接就取代了其他英式飞弹 它的照明雷达跟搜索雷达 最后就由雷神公司跟挪威的Konsberg 他们共同研发了NASEMS 所以NASEMS它是一款国际合作的防空飞弹 它可以针对UAV、无人载具、直升机、巡异飞弹、战斗机、定义机这些来进行防御 原本的基本设计应该是四枚的AIM-120飞弹 再搭配两枚的AIM-9X响尾蛇、飞弹 来安装在一具的发射架上面 那发射架有两种 一种是发射箱的 就是六枚装的发射箱 另外一种就是汉马车这一类的高机动载具 上面就是裸弹 四枚AIM-120加上两枚AIM-9X 所以在很多国家 他们都用了不同的载具来进行运输 因为基本上它是中距离的防空飞弹 15公里到50公里左右的距离 所以它不需要行进间的射击 我们看到这是汉马车携带的 而汉马车携带的这个发射架 它是六枚装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 它上面这个发射架 跟战斗机翼间的发射架很像 而且在发射的时候 它举起来 这个发射架可以360度旋转 采用60度的角度来进行发射 可是假如用发射箱的方式 运输到了阵地之后 就必须把这个发射箱卸载下来 它有四个助厨 有四个抑压的助厨 可以协助它做一个稳定 除了AIM-120跟AIM-9X 这两种飞弹都可以 直接从战斗机上面的飞弹 挪过来使用 不需要另外开发 另外还有最新型的 N-Rain的ER型 就是真层型 而这个真层型它是混合的构造 前半段这是AIM-120先进中层空对空 飞弹的前半段寻标器 而在后面的弹体 以及它的火箭引擎 这一部分 就是改良型的矮麻雀飞弹 而在原先的射程上面 采用AIM-120 这个NASEMS-2的话 它的射程大约是30公里 假如用到M-Rain ER型 真层型的话 射程可以达到50公里 而本身它的哨兵雷达最终范围是120公里 而在飞行高度的部分 采用M-Rain 就是AIM-120的话 是射高21公里 假如是M-Rain ER 真层型的话 射高就是35.7公里 所以它相关的飞弹性能 甚至还略微超过原来的 英式防空飞弹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NASEMS的架构 基本上它由哨兵雷达 再加上火鞋中心 还有它的发射架 以及它的飞弹来组成的 由这四部分的架构 而它完整的射击单位 是以银为单位 所以这每一个刚好是一个连 所以一套雷达 再加上一个火鞋中心 还有一部光电瞄准仪 再加上至少三个飞弹发射器 光电瞄准仪是这一具 MSP500的光电仪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可以来跟Link-16 就是空军的系统 还有Link-11B 就是海军的系统 来进行连线 它也可以跟其他的 野战防空系统 或者是防空系统 来进行连线 在它自己本身的营集的资料链里面 本身的弹性也非常的大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即时网络 分散式的架构 所以它所有的系统 不需要全部放在同一个小区域里面 因为挪威的地形本身就多山 跟台湾的地形比起来 挪威的地形更为复杂 经常会有雷达的死角 所以在这情况下 它可以将整个系统分散开来 在不同的要点来进行防守 而且它有开放式的模组化 软体架构 所以具有极插极用 还有很多的任务弹性 这是它的火鞋中心里面的工作站 NetSense本身也可以当作一个沟通界面 来跟其他的防空系统 来进行连线 中间这张照片就是火鞋中心里面 两个工作站的画面 所以包括原来的英式防空系统 还有包括长颈鹿雷达 哨兵雷达 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些防空武器 全部都可以来进行连线 所以它有一个灵活设定 极插极用的弹性 这是别的系统所不具备的能力 那NetSense它有什么优势 大家可以发现 从这个图上面来看 由不同的角度进攻的敌军 受到地形的影响 在一般的雷达很难去发现它 可是NetSense可以由自己所有的感应器 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火网 所以包括无人机 直升机 定义机 巡异飞弹 这些都可以做到很好的管制 所以并不是像过往 英式飞弹一样 每一具雷达都只能 个别锁定自己的目标 它可以互相交替资源 另外它的灵活射击 还有应对多重威胁的能力 可以弥补地形所造成的射击死角 所以不管它是低空近袭的巡弋飞弹 攻击直升机 还是定义机 无人机 它都具有360度的征收能力 所以NetSense也具备了同时多目标接战能力 而在一个完整的NetSense的防空营里面 每一具雷达跟火鞋中心 还有发射架之间 都可以完成即时的连线 另外还有红外线光电瞄准仪 来弥补被动侦测 还可以加强反电子干扰的能力 所以也可以针对所追瞄发现的目标 来进行进一步的光学辨识 而且它的部署 并不会受到地形的影响 而产生死角 所以NetSense 它可以接受来自其他的防空系统 或者包括预警机 早期预警雷达 他们的这些预警的讯息 来进行接战的准备 所以它本身网状的火力的行程 它也具有极差极用 而且万一其中个节点被破坏了 它也可以迅速的 有自行自愈的战斗能力 例如这一个节点消失了之后 因为它是网路化的火力单位 所以就会立刻建立起替代的备源网路 来继续执行它的作战任务 这是其他的作战系统所不具备的能力 所以一个完整的MRAIN的迎接单位 它就具备有12个发射器 72枚的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而且具有360度的覆盖范围 在不到16秒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接战 所以它的网状还有分散式的架构 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设计 在目前NASEMS已经经过实战的考验 已经超过了180次的设计 它的杀伤率超过了91% 照片中这是挪威、西班牙、美国还有法国 它们的实弹射击 当然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也有看到乌克兰他们使用NASEMS来进行接战 而且NASEMS它目前仍然持续的在研发 不断的在成长 NASEMS目前有三个等级 从最早的NASEMS1到NASEMS2 现在我们所采购的是NASEMS3 也是最新的型号 而它目前最新型号上面的光电瞄准仪 已经到了MSP600的这一个型号 这是由莱银金属所生产的光电瞄准仪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NASEMS采购的国家 首先NASEMS1是美国、智利、阿曼 NASEMS2有西班牙、荷兰、乌克兰、芬兰、印尼 还有挪威自己 同时挪威也采购了NASEMS3 那采购NASEMS3还有立陶宛、澳洲 现在采购NASEMS3还在等待交货的 包含了匈牙利、卡达 还有最新就是刚刚宣布的台湾 所以NASEMS因为它的分散式的架构 所以它整个系统的弹性 包括一个营里面所有的单位都具有共同的单一作战图像 所以可以巧妙地依照你的地形进行各项的部署 整个阵地的部署范围、间隔都可以拉开来 可以让你涵盖的范围更广 所以NASEMS可以保护的区域比之前的英式防空飞弹还要大 虽然飞弹的射程并没有差很多 但是主要是它的架构所允许它阵地的部署方式 就有很大的弹性 所以像这样是一个NASEMS的防空营 它们可以作为一个交互掩护、互相涵盖的一个部署方式 所以这样子每一个连它们之间所涵盖的火网 就可以配合这个地形来进行部署 NASEMS的发射架像这种是发射箱的形式 从这里看得出来右边这一枚是AIM-9X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最左边这一枚是AIM-120MRAIN先进中层空对空飞弹 而中间这一枚呢就是MRAIN-ER 就是弹体的部分是采用改良型的海麻雀飞弹 而大家注意到右边这一个圆形就是它的讯号接收端 所以每一个发射架上面 这一项装置是可以让整个发射架跟系统做一个连结 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它的家族里面三种飞弹的弹径 最下面这一枚是改良型的海麻雀飞弹 它的弹径直径是25.4公分 它的长度是364公分 中间这个是AIM-120MRAIN先进中层空对空飞弹 它的弹径是17.8公分 长度是365公分 最上面这一枚就是MRAIN的ER型 大家可以发现它的弹径更大 它是26.1公分 长度是398公分 所以它的长度跟弹径都比海麻雀飞弹还要长还要大 所以它的发射架可以让最少四种飞弹来共用导轨 除了刚刚介绍过的AIM-120MRAIN还有AIM-9X响尾蛇 另外在NASAMS Suite上面还可以安装IRIST短程空对空飞弹 这是由北约各国联合开发的先进短程空对空飞弹 跟AIM-9X是属于同一级的武器装备 IRIST短程空对空飞弹 它是由英国、德国、法国共同研发而成的 主要是要开发出AIM-9X等级的空对空飞弹 最后当然还有包含了MRAIN的ER型 这些飞弹都可以适用于这个飞弹发射架上面的滑轨 所以不管这些飞弹原来是空对空飞弹 还是它的用途是什么 甚至像改良型海麻雀飞弹 它都可以被安装在NASAMS它的发射架上面来进行运用 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改装来达到所有的装备后勤统一 任务弹性最大化的目的 NASAMS由于这些研发的国家气候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它也具备了在北极还有沙漠这些极端气候部署的能力 所以目前NASAMS它已经交付了超过200套以上的哨兵雷达 还有90套以上的发射器 还有超过18000枚以上的MRAIN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而且这些数量正不断的增加 最后来介绍一下它的发射器 它有包含了发射箱式的或者是裸弹 直接安装在高机动性的载具上面 都可以由C13栋等级的中型运输机来进行运输 所以号称任何载具它都可以来试用 因为它本身发射箱跟载具是分开来的 所以这一个发射架它的任务弹性非常的大 不管你是用裸弹的在高机动载具上面的发射架 或者是发射箱的形式 它都可以达成快速的部署 快速的反应 所以它的通用性也非常的高 也简化了相关的后勤设施 还有降低了系统生命周期的成本 发射箱要卸下之前 它的抑压的柱橱放下来之后 下面的载具就可以离开 或者直接用释放的方式 装填飞弹只要三个人就可以来进行 成平时期呢 最好是四到五人 会比较安全 再来谈到改良的哨兵雷达 它是X波段的雷达 具有3D的扫描能力 有360度的覆盖功能 可以监控到120公里的范围 也整合了敌我识别器 相关的雷达讯号 它可以传输到火鞋中心 来进行进一步的辨识 操作跟接站 所以它也具备了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也可以在高机动载具的拖曳之下 进行快速的部署 这是由汉马车拖曳的时候的部署状况 所以它整个重量体积都非常的小 哨兵雷达具有空中监视 还有中程的防空系统接站能力 也可以整合野战防空 进程防空武器 包括复仇者防空飞弹 跟刺针防空飞弹 它也可以支援多个任务区域 甚至它也可以看得到 迫及炮的射击 所以哨兵雷达 它最大限度的提高了 低空的预警能力 可以适用在高塔 或者是各种机动载具上面 火鞋中心呢 它也经过不断的进化 它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 将火鞋中心所需要的工作站 进行合适的布置 假如你需要三个工作站 或者两个工作站 甚至一个工作站 它们都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 进行调整 标准的火鞋中心 是由两个工作站 由两个工作人员 来进行控制 在这里提供了火鞋中心的 基本的一些概述 左右两边的照片 就是工作站上面的画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在它的人机界面 还有态势的感知上面 它也尽量的简化 来让操作人员 减轻它的工作负担 在部署的过程里面 也有相关的任务资源工具 包括它的部署规划 相关的处理 甚至连作战模拟 这些都做得到 还可以进行它的相关过程 的录音录影 还有回放的能力 这是它的战术控制图 它的画面浅显易懂 也非常的简洁 最后我们来介绍 这一次我们所购买的 NASM3 它的AN-MPQ-64F1 Sentinel哨兵雷达 跟中科院所生产的 MPQ-90风眼雷达 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左边这个是哨兵雷达 有汉马车来拖曳就可以了 它是X波段的雷达 追踪范围达到120公里 右边这是中科院产的 风眼雷达 也是X波段雷达 有效的侦测距离是54公里 只有哨兵雷达的一半 可是体积呢 超过了两倍以上 在飞弹的部分 NASM3 它有三种飞弹可以供选择 就是直接用战斗机上面 携带的AIM-9X 还有AIM-120 再加上最新的M-RAM-ER 这三种飞弹来提供选择 涵盖的射程大概是30公里 还有50公里 而中科院所产的陆射舰2系统 采用IDF所携带的舰2空对空飞弹 衍生出来的陆射型 可是由于少了战斗机的速度协助 所以在地面发射的时候 它的射程就缩短为15公里 所以刚好是野战防空系统的接战距离 也难怪陆军会采购陆射舰2 来作为野战防空系统 所以其实它们两个 并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以上 因为NASM4它本身的接战范围 假如包含了AIM-9X的话 那它是可以从野战防空系统的距离 就是10公里左右 一直延长到50公里 一直到中距离的防空飞弹的接战范围 而陆射舰2本身的射程 大约是在15公里以内 所以它们本身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面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并不适合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比较 所以在台湾来讲 目前采购的军种也不一样 NASM4它是由空军所采购的 要来作为要点防空 包括首都台北 或者是像热山、嘉山这些重要的基地 而陆射建设系统 它是由陆军所采购的 要用来取代包括之前的解数防空飞弹 这些野战防空系统 所以它们两个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面 好了 我们这一集就简单为大家介绍 NASM4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也感谢Tony吴振东教官在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协助我们 尤其让我们这些军事迷有更开阔的眼界 也知道了更多世界级的装备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努力 台湾终于要取得NASM4 所以那一天Tony吴振东教官 他也非常的开心 告诉我说 终于听到这个消息了 他非常的开心 他非常的高兴 其实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当国军采购到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时候 就代表台湾的安全又增加了不少 而中国他就更不敢轻易的开启战端 要来欺负我们 或者来践踏我们的家园 所以采购好的武器装备 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好了 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